支持福建居屋的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說 興建居屋不影響私人樓市場 政府亦都不會利用居屋干預樓價 居屋的市場和私人樓市場是兩個不同的市場 在歷史上我們看到當居屋的供應 無論它是多或少 其實都沒有影響到私人樓市的價錢 但是當然政府考慮居屋的時候 他就不是想住居屋作為一個干預樓價的工具 因為那個是做不到的 反而社會上有這樣的訴求 當然特首都說了 他會參考各方面的意見